大家好,我們又來到馬姊姊的時間 這次我們做一個很簡約又很高貴 但有少少難度,又不是太難的Daffodile Bunch 這個已經來到我們春天,3月份的星期 Daffodile 看得很漂亮 首先,各位收到Daffodile Bunch時 有些衣服,把衣服撕掉 而且盡量不要剪刀 剪刀的話會流鼻涕 所以盡量可以的情況下,不會剪刀這些花 然後養它大概一天或半天就會自己開了 當然會有一些花還未開 但我們看到它是黃色的話 我們也可以輕輕地把花板向下拉 令花板打開 其實大部份的花還未開 我們也可以人工地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就變成像我這瓶 或者桌上這些 我們總共大概有80枝 事不宜遲就開始了 好,我們現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看看有甚麼工具 除了花之外 我們應該會有少少的橡筋給你 橡筋之外還有一條麻繩 這條麻繩大概也挺長的 我們用來蓋上橡筋和Paper wire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給蓋接 基本上有一些劑 它有兩石的 Troy 舰它,有一些材料包 我們開始的時候,需要拿戲了一條橡筋 我會給你一些有位一點 比特 bez 效益 它會帶我一塊és潰 œ 用橡筋枯上去 但裡面的橡筋要找窄一點的橡筋 外面的橡筋要找粗一點的橡筋 但基本來說 我們有些不同的橡筋的橡筋給你 粗的就是用來做外面那一層 窄的就是用來做內面那一層 即是有一個 general guideline 我們開始的時候 首先將你的水仙花分了幾個長度 大約三個長度 我們有80枝 我們大概可以分成長度短 我們最長的就是放在中間 我們好像我現在按了 就找10枝比較長的花 一次過拿在手上 但我們拿的時候 你不要拿著花的頸部 水仙花很特別 為何我們用水仙花來做呢 因為它有條頸 這條頸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等你一會兒做一個球時 這條頸可以一邊咬 它們的球就會很圓 其他花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盡量用一些 C上路的花去做一些適合的款式 2、4、6、8 然後我們再加多兩條 然後側巾微微低了 我們現在就找一條小的橡筋 小的橡筋 我們就可以翹兩至三下 然後記得了 你這條橡筋是推到到你條框的中間 而不是上頂這裡的 因為你永遠拿著這個頂 你的球就只有得到花那麼大 你的球就會很小 和很容易斷 大概就是到了這個框的中間 然後你就會發現有些花的板已經摺了下去了 已經滑了下去 即是牽在下面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其實紮好一條橡筋之後 用手指在下面穿過它 然後向上撥 然後花板就會向上 它就會變得精神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需要做的手勢 然後我們就開始組織了 藍組織是否看到 我的花現在開始向外面彎 第一閘永遠是最高的 接著矮一點點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開始放第二圈的水仙花 第二圈的水仙花 你需要看的甚麼呢 下面這些框要一條薄一條 一條薄一條 很整齊地去組織 就是剛剛好圍完一圈之後 第一圈的橡筋是要看不到的 OK 這就是我們需要做的 Benchmark 好了 我們現在很快就做了第二圈了 好了 這裡我們又找到第二條橡筋 這個第二條橡筋 也是屬於窄的橡筋 來的 就是做大約兩圈 或者三圈 然後你要看裡面的橡筋 第一圈的橡筋是正中間的 第二圈的橡筋應該是比第一圈低一點 低一點 為甚麼要低一點 就是因為你的花是要向外開 所以我們第二圈要低一點 然後我們又用手指進去把花掃出來 基本上你看到我做的花不是真的塞實的 其實它只不過是拍著拍著拍著 其實那些花還有空間去開 就不是捏到它死死實實的 所以你的花才會大 我們已經開始做了第二圈了 第二個圈你需要做的事就是眼睛看著它的頂 這個它是這樣弧的 然後這裡是這樣弧的 這裡一樣是這樣弧的 這次就可能高一點 一邊這樣去調校它 可以嗎 如此去吹我們就要做大約四圈 好了 稍後我們已經做了四圈了 我們大概調了八十支 我應該用了五十多支 我們也繼續把我們的橡筋 不斷地撈上去 每一圈就將橡筋移動一點 好了 我們來到差不多尾這個階段 因為其實我們一圈 我沒有數過其實有多少支 總之一圈一圈這樣做 蓋到它為止 每個人的水仙其實大小也不同 所以我很難歷息告訴你一圈大概有多少 總之我們開始的頭殼頂大概是十支 我們最終的這些相對的短的 我們就把它圍上去 但還有這些粒子我們都會把它加上去 我們埋尾的那些下 我們就剩下大概十多支 我們這個就要相對地放入少少了 就是令到那個球有一個叫muffin top 好像muffin top 令到它放低一點 到了這個位置你就會覺得 哎呀那麼多花我開始開不了了 怎麼辦呢 有一個很好的方法教你 就是你把手這樣開始打橫地放置 看見到嗎 打橫地放置 然後在這裡放置的時候 你便會很容易地把它握在手裡 一點都不難的 而且間歇性你用手指伸進去 把花撥到上面 這束花不是太適合你攪拌得太久 這束花大概攪拌半個小時 四十分鐘 即是怎樣也要停一停 否則花會一邊捏 就會開啟 而且那些桿 因為如果你太大力的話 很可能就會變溶了 我們剛才說了保養花的秘訣 不要太大力 第二項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們這束花是特別斜的 因為你要斜才可以 去到這麼低的位置 否則我們就不可以 相對地會比較高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圓 做得出來的樣子 我做到最後 我將整束檢查清楚那些桿 那些花是一致 接著我在中間這裏 黏了一條 Pot Tape 黏在這裏 然後最腳的位置 你可以用Paper wire 綁著它 亦可以像我那樣 用一條粗一點的橡筋綁著它 也算是可以的 即是so happened 有一條橡筋在這裏 我就用一條橡筋 你可以用一個我們預先準備給你的皮膚 亦可以的 好 到這裏 我們就做一個final check 有些甚麼 例如說套進去 我們輕輕地把它拉出來 如果有些甚麼矮了 其實我們直接把手指拉起來 其實都可以的 所以做的時候 就很簡單 其實這些款式 我們十年前左右是流行過的 即是一些single flower 很整齊的款式 然後我們隨著這個時代的巨輪 去轉的話 我們近來這幾年就流行自然風 感覺上好像這些公正風又開始暗地裏回來了 所以你說潮流的東西 是不是好像一個鹿一樣 轉完之後現在又回到公正風了 所以我們今天最需要注意的東西 就是這些款式要整齊 下面這裏有些不整齊 其實待會我們可以一次過把它切齊 但如果你覺得它會流鼻涕 流得太誇張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隨便它 但我們上面就要擺放它 不是透明的瓶 就蓋上了腳 它就會長久一點 有這兩個選擇 大家自己可以試試看 我現在就要將一條繩 把它剪下來 一條麻繩 我們就要將麻繩 去蓋上橡筋和膠紙 好了,我們已經做好了 你看到我們已經把麻繩 將我們的紙紙和橡筋的地方 已經蓋上了 我們在這裏的腳 我們可以輕輕把它剪起來 又或者你喜歡的話 把它剪到最短的這支 然後把它放在這裏 但如果你想說放在家 長久一點的話 你可以隨便它少許殘疹 除非凸得很長才把它剪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一隻 類似這樣的不是透明的盤 把它放進去 我很喜歡這支盤 這支盤因為放進去 很有一個絲意 很簡單,非常漂亮 我們可以這樣放在這裏 你看到,是不是很漂亮呢 其實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這支盤我們也可以有存貨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去訂購 但未必可能是今個禮拜 可能是下個禮拜 所以就找一支不是透明的盤 把它放進去 又或者你喜歡把它打斜 其實感覺都會很漂亮 記得每天換水 還有水裡有很多血白水 因為現在開始潮濕 還有加少許冰 腳凍著開起來就會漂亮 但不會太過潮濕和爛 所以今個星期的這支盤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盤 Baffle Dills Punch